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来香港中文大学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在理教授王熙 跟我们讲一下怎样可以预防感染三门事菌 王教授 你好 Vivian 你好 王教授 先讲解一下什么是三门事菌 三门事菌其实是一些腸内可以致病的细菌 一些我们很常见的腸胃炎 其实有一部分都是三门事菌常见的感染的原因 通常来说三门事菌其实有很多种 但是如果分为大类的话 可以分为非伤寒性或者是伤寒性 非伤寒性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引致一些腸胃炎 而伤寒性可以是更加严重的一些感染 很多时候都有一些系统性的病征 其他的比较严重的感染 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两种 即是非伤寒性和伤寒性 其实是不是在症状会有分别呢 是的 没错 我们讲一般非伤寒性的就是说 通常都是一些腸道的感染 比较轻微的可能是肚窃或者是辐射 重要一点的可以是窃血或者我们叫做利疾 肚痛或者发烧 但相对上它就没有那么多系统性的病征 而讲一些伤寒性 它就多一些其他的病征 譬如说它会发烧 或者甚至乎它很多时候都会出疹 有些我们叫玫瑰疹 或者甚至乎它会影响到肝功能 影响到心脏 或者甚至乎会走到其他地方 去到骨髓或者上脑都可以的 那三门事菌在香港呢 普不普遍的呢 其实都普遍的 一般我们讲的非伤寒性那些 因为它就不需要情报的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的腸胃炎感有一部分都是 但是说伤寒比较严重的那些 通常都要情报 而譬如去年为例 或者看过往几年 大概每年都有几十个 就是伤寒性的三门事菌 所以你讲都可以叫做是常见的感染 那三门事菌的源头呢 其实是来自哪一道的 三门事菌通常是躲在一些动物的身体里面 说它们的腸 都是讲多一些家禽 鸡 牛 猪 它们有时受了感染 它们的腸排出来的糞便 都可以是有三门事菌 而感染到一些食物的话 可以引致我们治病 鸡蛋是不是都是其中一种 没错 因为其实我们通常讲鸡蛋 都是讲的蛋壳或者表面 其实原因都是因为 在一些农场那里 一些蛋的表面容易受到 一些它们的糞便有时污染了 所以蛋那里都可以是有这些三门事菌 那三门事菌呢 其实有什么传染途径呢 你接触局的病人通常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感染的 那三门事菌的感染 都是经过口里吃了一些脏脏的东西进去 那就是说都是一些受了感染的食物的源头 所以特别我们要注意一些家禽的肉类 鸡 羊 牛 蛋 奶类制品 这些都是可以受到源头感染的 变成很多时候看到 有些病人就是吃了一些不干净 或者处理得不好的食物 或者是一些生的食物 而它们就特别容易受感染了 那在食物方面 其实除了生鸡蛋和布甸之外 还有什么食物是属于高危食物 就是容易含有这个三门事菌的 是 那我们讲过了 讲一些肉类 另外就是蛋或者是奶 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有时不是说只是蛋或者奶 而是一些它们的制品 蛋类或者是奶类制品 所以可能亦都要特别留意一些蛋糕 或者是布甸 或者其他蛋或者奶类制品那些 那其实可能都是在煮食的时候 是要小心一点的 是的 没错 我想几样东西要考虑的 第一就是希望食物的源头 都尽量是干净的 第二就是准备的食物过程 我们都特别要留意的 那感染三门事菌呢 其实有些什么病症和严重的时候 尤其是会引致什么疾病呢 它都是如果说非伤寒那些 一般来说都是腸道感染的 那有的病症就是一些腸胃炎的病症 轻的就是说肚痒 肚痛 腹痛 辐射等等 那重要的话 它可以是腸道可以出血的 就是会看到荔疾 或者是蛤蛤大便 混合一些血在里面 那再重要一点的 可以肚痛 发烧 或者甚至乎 那些细菌有时候会走到身体 其他地方 譬如说引致敗血病 跟着那些血周围走 甚至乎走了上脑 走到心脏 或者其他骨 那些器官都是可以的 那变成了 病症可以是轻微 但是也都在一些特别的情况 它是可以很严重 或者甚至乎是致命的 但是其实有 譬如感染三门事菌 去到刚才你说这些这么严重的病症 其实可以是多久的时间 一般来说接触了三门事菌 在说潜伏期 大概都是半日至两三日不等 而轻微的那些就像腸胃感染那样 就是说几天到一个星期 但是说如果是很严重的感染 直接有败血病 那些很多时候都需要一些抗生素去处理 那些有时可以是维持很久的 另外就是说即使一些轻微的腸胃炎 它们有时康復之后 有少部分的病人 就是那个三门事菌会躲在身体 而有时感染的时候 就是影响了腸道的生态 也都有一类的病人 容易有一些感染后的腸液集中合症 那些有时肚胃都可以去到几个月 那其实刚才医生也提过 食药的治疗方法 除了食药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我想如果说一些轻微的肚胃或者缺水 最主要的治疗都是补充电解质和水分 所以说有些叫做口服的补充液 可以补充需要的水分或者是电解质的 但是当出现一些比较严重或者系统性的感染 在说磨血 发烧或者甚至乎 刚才所说的白血病或者影响到其他器官的话 这个时候很多时候都需要用一些抗生素 有时可能口服或者严重的 可能直接要注射的抗生素去处理 那如果小朋友感染三门事菌 情况是不是一般都比成年人是严重的 其实都会的 因为我们知道小朋友的免疫系统 其实不是完全这样去发展 或者没有大人那么好的 尤其是一些5岁以下的小朋友 变成了他们的免疫能力低一些 也容易一些感染 也有时感染的话可以是比较严重的 刚才说到免疫力比较低的人就容易感染 其实比如孕婦或者正接受化疗的病人 感染了三门事菌 后果是不是都可以很严重呢 是啊 没错 我们一般说说免疫力低一些的话 就是小朋友 老人家 或者是本身在吃一些抗排斥药 比如说他们换过一些器官 需要吃一些抗排斥药 或者好像你所说 或是孕婦或者是一些接受化疗的病人 他们的免疫力也是特别低 变了如果他们很多时候 不一定只是三门事菌的 其他感染也是的 可以是比较严重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特别警惕 那其实可以怎样预防感染这个三门事菌呢 我想那个源头那里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说我们如果去一些高危的地方旅行 或者是我们去公港 通常说高危的地方是东南亚 或者是印度 或者是南美 都是比较容易有些食物中毒感染 去这些地方要特别警惕的 第二就是说在一些食物源头的处理 我们尽量都想找一些干净一点的食物 洗干净 而尽可能都是要煮熟才吃的 另外就是说准备食物的过程 山和熟的食物都尽量分开 而如果真的吃不完 都希望尽量尽用保鲜纸包好 在冰箱一个合适的温度去储存 吃了含三门事菌的食物 有机会引致食物中毒 其实还有哪些常见的细菌 都会引致食物中毒的呢 是的 除了说三门事菌之外 也有其他常见的细菌 会引致食物中毒的 通常我们的食物中毒就分两大类 有一类就叫做荔疾 说说肚蛤之外 大便有时看到血的 而三门事菌就正正是这一类 其实除了三门事菌之外 有一些譬如某一些致病的大腸钢菌 或者一些叫做自何时的细菌 都可以引致荔疾 而它们的源头很多时候都是一些的肉类 另外就说除了 另外有一些是没有那么容易 真的会泼血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辅射的 说说譬如一些金黄葡萄球菌 或者是有一些糊菌 譬如说金黄葡萄球菌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米饭那里来 或者糊菌可能是一些咸水的海鲜那里来 这些都可以引致食物中毒的 刚才医生说了那么多种菌 那其实怎么可以避免感染呢 我想都是 刚才所说的 如果去一些高危的地方 我们要特别小心 第二就是处理食物 那里都尽量找一些干净一点的源头 还有尽量煮熟 或者是说 如果是一些水果 那我们都尽量批皮 去处理好食物 减低感染的机会 好 很多谢王教授的讲解 今集时间又够了 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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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